我们说里长就像是地方的土地工 对于里民的需求都能够有求必应 男子区家昌里里长刘秀英 他长期投入社区弱势关怀 经常要帮忙弱势家庭找资源 也得到了善意的回应 包括补习班还有陶艺教士 都十分乐意伸出援手 业者说是因为认同里长的理念 所以也愿意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付出安心很多时候 只仰赖一己之力是不太足够的 长期关怀弱势居民的 男子区家昌里里长刘秀英 经常四处寻找资源 帮助需要的民众 其中特别感谢里内这间 补习班的高老师 确实学职有些困难的话 来跟我们讲 或者是来找高老师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 去让他有一个学习的机会 将来能够发挥更大来回馈社区 长期投入教学 孕育出许多优秀人才的高老师 不只给予弱势学生实质帮助 对孩子的表现与能力 也相当赞赏 这些孩子的话 他当然将来就要说 当然也会常常回来看老师 这方面的话 就是说孩子 对老师就感觉起来 我会觉得比较窝心 因为有很多孩子 他很能读 可是他到最后的话 他成功了 他其实对我们是 没有任何感谢的 对他不晓得这个培养 其实是中建过程当中 老师是有很多很多的付出 除了高老师 同样认同里长理念 注入爱心资源的 还有这间陶艺教室 艺术家高速穷作品 读书一格 让人感受得到 每件作品所要表达的 意念与想法 我这个部分其实我很感动 而且是理想很坚持 因为我们在看资料 我们看得懂 然后我们听人家一些耳语 我们也听得懂 然后后来也有在注意到 这个里的事情 就是有时候他们也会去 举办什么一些什么 或者是竞赛是什么 总而言之就是一些 那个公共的这些活动 然后好像绩效都蛮好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多亏有这些在地店家 奉献爱心不求回报 为男子区家昌理 注入温暖能量 也期盼借此抛砖引玉 吸引更多企业一同响应 点亮社会各个角落 港督新闻李正道罗绍军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